当洪伯特怀揣着他帮着利欧九世你好的书信 带着罗马教廷的外交使团到达军事坦丁堡之后 他们受到了当时拜占庭帝国皇帝军事坦丁九世的热情欢迎 这更加让洪伯特感到飘飘然 他认为连拜占庭的皇帝对他们这些由罗马教皇派来的使节 都是礼遇有加 那么军事坦丁堡牧手色如拉柳 自然也会客客气气地招待他们 能够老老实实地坐下来与他们认真谈判 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在色如拉柳方面 他明明知道洪伯特等人是代表罗马方面前来谈判 他也知道皇帝对罗马代表团善加款待 已经为东西方教会间的交流建立起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但他听说罗马代表们个个都是高是阔步 悟空一切的模样 他立即心生厌恶 色如拉柳打发手下给洪伯特送了一句话 本尊身有尘科 这段时间内不便见客 请立欧弟兄派来的使者见谅 你们从哪里来的 还是请你们回到哪里去吧 这一下可把洪伯特给玩傻了 洪伯特心中不由直参火苗 我们奉圣节的教皇陛下之命 为了解决东西方教会间早已存在的误会和积怨 不远千里 拔山涉水 累了个半死 才赶到你们这里来 以色如拉柳竟然让我们吃笔门羹 你不讲人情也就罢了 还让我们打哪来回哪去 最可惜的是 我们圣节的教皇陛下 乃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教会的最高领袖 你竟然不尊不敬 不成体统 你君是坦丁堡牧首算是牢几呀 敢跟圣节的教皇陛下称兄道弟 不行 洪伯特阴沉着脸 强压怒气 对色如拉柳的手下说 请你回去转告你们的牧首 根据御赐教阐域的律法调陈 在原先罗马帝国的整个疆域之内 甚至在已知世界以外 我们的圣节的教皇陛下 都是全体教会的唯一最高领袖 应该受到全体教会的仰慕 这叫普天之下 莫非黄土 率土之宾 莫非黄尘 牧首阁下 却妄自尊大 直呼教皇尊名 全无殉让之力 这是大罪呀 另外 即便是牧首阁下 身有不爽 也没关系 请他派出全权代表来跟我们会谈 也是可以的 色如拉流 听了洪伯特这番话 黑黑冷笑 这位洪伯特主教 连篇磊读 拿着鸡毛荡令剑 说什么有 御赐教阐域 来证明罗马的利欧 是天底下教会之首 鬼才相信那 御赐教阐域 是真的历史文件 就算是真的 又能怎么样 虽然说 在多次的大公会议上 都承认 罗马教会 为教会之首 但在每次会议上 不是同样也规定了我们军事 坦丁堡教会 同享尊荣吗 洪伯特 满口胡言 大放厥词 竟敢命令 本尊派代表出去 与他会谈 我们不必理会他 他不想离开 就让他待在这里 本尊倒要看看 他洪伯特 能熬到几时 于是 色如拉流 干脆不理不睬 随洪伯特 怎么说怎么做 总之 他就是对洪伯特等人 置之不利 洪伯特干着急 无法见到色如拉流 也无法跟色如拉流的代表 举行会谈 也不能空着首途工而返 只能强耐着性子 待在军事坦丁堡等待机会 可就在洪伯特等人 滞留在军事坦丁堡之时 4月19日 罗马教皇利欧九世突然病逝 不久之后 这个消息传到军事坦丁堡 洪伯特等人大惊失色 大家有些不知所措 于是一起商量起来 到底是他们是继续留在这里 还是回罗马呢 因为利欧九世死后 罗马的教廷书记院 不敢擅自选立新教皇 于是他们派了红衣主教 希勒德布兰 带队从罗马赶到德国 每因此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 请示新教皇人选 书记院忙得不可开交 洪伯特很想回罗马帮助书记院打理政事 但是同来的红衣主教弗雷德里克提醒说 如果他们空手回去 算是犹如使命 也无法向教廷书记院和将来的新教皇交差 这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洪伯特只能抓耳挠腮 瞪眼干着急 又过了数月 洪伯特实在等不下去了 找来弗雷德里克等使团人员商量 诸位 我等奉圣洁的陛下之命来此 真心诚意地想跟色如拉流和解 可是色如拉流耍音使雕 故意冷淡我们 如今圣洁的陛下已归天家 罗马集等我们回去料理政事 我们对色如拉流已是人之一尽 忍无可忍 必须采取果断行动 教训色如拉流 然后肃反罗马 大家以为如何 诗团人员祈祷 我等息听宏大主教阁下的主张 7月16日 洪伯特领着罗马代表团 堂而皇之地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 这座教堂是军事坦丁堡墓首的座堂 也是拜占庭帝王仪式的最重要的场地 许多拜占庭帝王的洗礼和加冕典礼 都曾在此教堂举行 可以说 它是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宗教场所和礼仪场所 当洪伯特带人进入大教堂之后 他很快从怀出掏出当初由他带来的 有礼欧九世亲自签署的那封书信 趴地医生把他拍放在大教堂中的 那座高高的祭坛之上 然后带着罗马代表团 头也不回 拂袖而去 有人赶紧将书信从祭坛上取下 送成色如拉柳亲月 色如拉柳展开书信 面色一下子由白变红 又有红辫子 原来这封书信中 强烈谴责东方教会散布一段 肆意污蔑罗马教皇 罪行滔天 私有余辜 下令革除色如拉柳的军事坦丁堡牧首之职 并出以色如拉柳集气跟随者绝法 就是开除教级 逐出教会 永不得数 这还得了 色如拉柳气的几把 就将那书信撕得粉碎 来人啊 将红伯特等一干贼子捉来贵贱本尊 不一会儿 由手下来报 圣洁的陛下 那红伯特等人早已人去楼空 据说他们是离开了军事坦丁堡的西大门 如今他们已经恰然无踪 色如拉柳恨的牙被痒痒 利欧早在前几个月就死了 那红伯特贼子连个使节的身份 都不存在了 他居然还拿来利欧的信来威吓本尊 简直岂有此理 算你红伯特命大 本尊暂且饶你狗命 罗马方面号称判处本尊绝法 开除本尊的教级 也罢 本尊就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来啊 发本尊欲指 不管是谁当了罗马教皇 本尊判处那罗马教皇绝法 开除其教级 另外 从今天起 不仅是西西里的教会 凡是东方教会的所有教堂 都不准用西方的拉丁仪式做礼拜 领圣参 就这样 东西方教会领袖再一次互相绝法 互相开除对方教级 如果看官还记得的话 上一次的互相绝法是在867年 不过 1054年的这一次互相绝法 其后果更加严重 因为它终于导致了东西教会的正式分裂 史称东西方教会第一次大绝裂 西方的罗马天主教和东方的东正教 原本名义上还算是保持统一于一个基督教会之下 经过这次事件 两家彻底一分为二 有趣的是 到了1964年 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之间的冰冻 才有了融化的奇迹 1965年1月6日 天主教教皇保罗六世 和东正教牧手雅典的格拉一世 在耶路撒冷公开会晤 接着 双方代表经过多轮磋商 同年12月7日 举行了一个仪式 这两位领袖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 宣布他们互相撤销对方 在1054年所给对方的绝法处分 双方正式和好 如此说嘞 这算是一次宗教和解吗 那就留请看官们自行评判去吧 好 对 好 好 相 对 好